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年多了一份希望与期待 正是借助植物生长的这种气候变化现象 每年四月宁夏赫兰山东路都会举办一场独特的仪式 来引寝被誉为宁夏紫色名片的葡萄出土战腾 《史记大渊列传》记载 西汉建元三年张迁奉汉武帝之名出使西域 看到渊左右以葡萄为酒 妇人藏酒万余时 酒者数十岁不败 随后汉时取其时来 于是天子始众目许葡萄非焦地 四月九号 在宁夏育泉国际酒庄上演的这一场 张迁出使西域 觐见汉武帝 传播西域葡萄到华夏的长景历史剧 拉开了宁夏赫兰山东路 第三届葡萄春耕展藤活动的训练 无道十分之产生活动 继续是宁夏股产区 无色的浓尽文化 也是一项重要的原意拓制 战畅活动 产生文化的重要材质 一笔成功传续线 成为 完成无道十分之互 八十岁产区 无封不周时 张显不到 互互测试 提升产区 深耕斩藤 是宁夏赫兰山东路 葡萄种植产区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意措施 在我国西北 冬天气候寒冷干燥 为了防止冬季低温 对葡萄树的伤害 聪明的中国人 很早就发明了 葡萄冬季埋入土中防寒的方法 这种原意措施 几乎只有在中国北方的 几个葡萄产区应用 其中宁夏是应用最广 重视程度最高的葡萄产区之一 因此 冬季埋土防寒 春季出土斩藤 年复一年 循环轮回 这一独特的农根现象 便形成了 荷兰山东路特有的 葡萄农根文化 现在我宣布 宁夏荷兰山东路 第三届 葡萄春耕斩藤一事 正式开始 即前两年成功举办了 宁夏荷兰山东路 葡萄春耕斩藤活动之后 今年又再一次在全宁夏荷兰山东路葡萄产区 掀起了春耕斩藤活动的热炒 在这段时间里 如果你沿着宁夏荷兰山东路穿行 就会发现在依然黄鹤的土地上 繁星点点般散落着人们的深意 它们有的在挥桥产土 有的在弯腰拨弄 不一会儿的功夫 地面上就多出了一条条弯曲的织腕 这些就是已经沉睡一冬天 被春天的脚步唤醒了的葡萄树了 宁夏葡萄酒产业起步于1984年 至今已经有30多年的种植历史了 在这片葡萄园里 我们看到这些出土的葡萄树 有的树干粗细程度 已经超过了一个成年人的手臂 与我们同行的宁夏育泉国际酒庄庄主 白天华说 这些葡萄树的年龄 几乎都超过了30年 而这一片葡萄园 也是唯一能够见证 宁夏葡萄产业发展的园子 因此每年春季 为葡萄树斩藤之后 白天华都会到这片园子 看看这些老朋友 老人家又见面了 经过一个冬天 怎么样 感觉还是睡够了吧 春天也来了 也该出土 透透气了 去年的话 你给我们 给我们结了非常好的葡萄果实 期望今年你还能有更好的表现 因为我本来就是宁夏人 在10年的时候 我就回到了家乡 那是我第一次 见到30年的葡萄老藤 当时感觉葡萄树 长势并不是非常好 而且它的结果量也下降 很多当地的农户 都想要把这些老藤 全部要挖掉 但是我们西夏王想 这些老藤是见证玉泉营葡萄发展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见证 所以一直在说服当地的农户把这些老藤保护下去 我们专门进行技术人员的保护和栽培 玉泉国际酒庄坐落于宁夏赫兰山东路核心区 玉泉葡萄小镇占地面积3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8000平方米 酒庄年产200吨高档葡萄酒加酿 即葡萄种植 葡萄采摘 葡萄酒生产 葡萄酒酒文化旅游 葡萄酒自酿 休闲度假 住宿会议 世界葡萄酒文化展览 葡萄酒品评培训等功能为一体 是目前西北最大功能最全的个性化中式葡萄酒庄 同时酒庄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就是西北地区最早发展葡萄酒加工的企业 其实这些老藤 目前就经济价值来说的话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而且他们数是衰老 结出来的葡萄果实 可能也酿不了什么太好的酒 但是他却一直在诉说着玉泉营的历史 一直诉说着 名价农肯 这几十年来的葡萄产业的发展现状 看着这些湾区又显沧桑的葡萄藤蔓 一同来到地里的田书郡深有感触 这位已经退休三四年的老人 看到这些有着三十年树林的葡萄老藤 似乎又回到了他刚刚参加工作时 为这里荒芜一片而奋斗的场景 我71年参加工作 1977年的时候成了玉泉营农场 当时荒芜面积十几万亩 可以耕种的面积才是3600多亩 那个时候是以农作物为主 一直到1982年 从辽宁果树所的工作人员 请过来看看这个土壤 调查了以后 他认为发展葡萄比较好 当时也不知道 这个跟这个法国巴多地区是什么角度呀 气候环境 所以是先种了不到1000亩吧 应该龙眼为主 酿酒葡萄是从84年开始的 1984年 宁夏掀起了种植酿酒葡萄的历史 然而如何种植 如何酿造出好的葡萄酒 未来的市场前景如何 这些对于那个年代的田书郡 以及所有的同事们来说 都是一片渺茫 田书郡回忆到 在当时第一任厂长的带领下 大家虽然不确定 这个产业未来的前景如何 但是依然抱着 对这个新兴产业的期望 研究者如何能用最少的钱 最精细的管理 种出最好的葡萄 酿出最好的葡萄酒 一颗代根苗当是好几块钱 一亩葡萄种的440株 当时这个资金都是很有限 很困难的 最后想了一下办法 把外地葡萄种条引进来 一个种条 六七十公分长 几毛钱 可以培养出三个苗来 用火炕 把沙子铺上一层 剪好的种条 扦插到沙子里面 把水撒上 再盖上塑料膜 再盖上被子 下面烧炕 给它加温 一般温度控制到10到15度左右 但前期有些温度10度控制不好 有时候温度就太高了 把苗就腾坏了 温度太低了 它就不发芽 田书俊告诉我们 那个时候 他们不知道反复了多少次 终于自己繁育葡萄种苗的这一关闯过来了 火坑生根的方法也使得他们自己研究的繁育方法成活率达到了90%以上 当年的那种喜悦 今天的我们依然可以想象到 但是对于田书俊 他们这一代人来说 所没有想象到的是 当年他们执着的付出 却为宁夏今天的葡萄产业 奠定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其实这些老人家见证的不仅仅是宁夏 育泉营农场的葡萄种植发展变迁 同时 他们也见证了宁夏赫兰山东路葡萄产区从小到大 从默默无闻到被国际葡萄酒界认可的历程 据统计 截至2016年底 宁夏葡萄种植面积达到62万亩 其中酿酒葡萄54万亩 成为中国集中连片最大的产区 已建成酒庄86个 再建酒庄98个 年产葡萄酒近1.2亿瓶 实现销售收入50亿元 综合产值近200亿元 葡萄树经过了一个冬天的睡眠 我们从土里把它挖出来 然后再进行上架 代表着一个新的年份的开始 也是代表葡萄园的一个新的开端 展现了我们酿酒师对新的年份的葡萄酒的一个期望 对农户而言 它是对一个新的年份期盼 都说一年之计在于春 其实从葡萄出土的那一刹那 就代表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虽然酿酒葡萄产业在宁夏发展时间并不长 与国际著名酿酒葡萄产业相比 宁夏赫兰山东路葡萄产区 只能算是一个矛头小子 但是无论早期的酿酒葡萄种植者 还是今天的酿酒葡萄产业的推动者 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对这份产业充满了敬畏 充满了努力 充满了期望 正是因为30多年里无数人的付出 赫兰山东路这片年轻的酿酒葡萄产区 已经先后有40多家酒庄的230款葡萄酒 在国内外各类大赛中获得奖项 成为了宁夏独具特色的紫色名片 好了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与之相关的新链接 首先来看关键词 千万元扶持 前不久 银川市审议通过了银川市加快推进葡萄产业集群化发展实施意见 按照意见要求 银川市计划新增酿酒葡萄种植基地6万亩 全力推进64个再建和41个规划酒庄项目建设 力争到2020年 全市酿酒葡萄基地总面积达到31万亩 酒庄总数达到100座以上 年生产葡萄酒达到6000万瓶 实现带动5万劳动力就业 葡萄文化旅游年接待游客50万人次以上 产区综合产值达到200亿元 在扶持政策方面 银川市将每年安排资金1000万元 在产区品牌宣传推荐 酿酒葡萄种植基地及酒庄建设 名优葡萄园及知名酒庄品牌创建 葡萄酒市场拓展运营 技术创新与人才培养 酒庄基础设施配套 葡萄文化旅游业发展 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欧融资平台建设等9个方面 给予政策支持 按照一廊两镇四群百庄的空间布局 打造葡萄产业集群 建设培育100座以上的酒庄 通过走高品质精品化路子 力争到2020年 迎川市计划培育优质不套远 占70%以上 猎奇酒庄达到30个以上 占全区80%以上 好的 接下来再来看看 近期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闻资讯 宁夏出台居住证管理办法 打破城乡二元壁垒 日前宁夏审议通过 自治区居住证管理办法 办法规定 居住证持有人 符合路户条件的 可以申请登记维本式常住户口 符合保障性住房申请条件的 可以在居住地申请保障性住房 此外 办法还要求各级政府 要根据本地实际 不断扩大公共服务范围 并提高服务标准 缩小居住证持有人 与户籍人口享有的 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 办法赋予了流动人口 一些基本的权利和公共服务 打破城乡二元壁垒的大门 从制度源头 消除了对流动人口的歧视 模糊了城乡身份的界限 盈川启动2016到2020年 儿童纲要实施项目 为切实解决 儿童发展纲要中期评估 发现的出生缺陷 儿童营养 学前教育 困境儿童等领域的突出问题 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日前在盈川全面启动 2016到2020年 儿童纲要实施项目工作 儿童纲要覆盖儿童政策 儿童保护 儿童卫生 儿童教育 以及灾害应急响应 等多个领域 项目的实施 为中国儿童保护和儿童发展 提供了理念 技术和资金支持 受到了基层广泛欢迎 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 从儿童纲要实施中期评估结果来看 儿童纲要实施进展顺利 部分目标提前实现 儿童事业发展 取得了新的明显进步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您还可以通过 登陆宁夏广播电视网 或者是关注创富宁夏的 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 感谢收看 再见